欢迎回到美独新闻 在美国 瑞典 澳大利亚和日本傍晚各展后 来自中国的艺术家陆天宁 近日在雅加达运美术馆举办了各展 此次各展由国内知名策展人金苏邦敢策划 展出了中国画家陆天宁的一百件作品 陆天宁作品中传统与现代结合的独特风格 使他的名字上升到国际水平 此次展出的每幅作品都反映了他 在西藏八年生活中所见证的自然美 我现在画出来的画 这里边你看到的作品里面的相当一部分 就是我表达的西藏 是高天后土 蓝天白云 是我现在追求的一个方向 我带给人们 带给世界的一些艺术 就是这个时期的生活的经历 通过艺术来一直表达我的一种心里的声音 虽然中国艺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懂得去欣赏 但艺术家作品的美还是会受认可的 路天林希望能通过自己的作品 让艺术民众进一步了解中国艺术 美术新闻 红金金一脸采访报道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美术新闻全部的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明天同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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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同一时间